歡迎收看新聞面對面 我是謝忠武 一開始為您介紹 今天要請到的特別來賓 左邊第一位 抗受署的立法委員林俊賢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苗筠亞 大家好 資深媒體員陳秉鳳 大家好 新年恭喜 右邊為您邀請到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大家好 知深媒體員邵幸夫 大家好 食日平原周維航老師 今天大過年對大家都說好話 可是對國內政壇來講的話 在未來這整個布局上面來看的話 是不是在未來對藍綠白之間 都有各自不同的想像空間 你看到包括賴清德在這次選戰裡面 選上總統 但是總統不敢在票數上面或政黨之間 畢竟三黨不過半 這雙少數在未來對賴清德執政上面來講的話 到底未來該怎麼樣去應應 那對於藍綠綠之間 從立法院未來中心一定在這個地方 而你從當初的立法院院長內仗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未來整個在議案 所有的法案議案之間 大概這種合眾聯合會一直不斷持續下去 好 那對執政黨來講 又該怎麼樣去應應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明顯第一個對賴清德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雙少數 中華民國還真的沒有 這是第一次出現這種狀況 雙少數啊 對啊 有啦 阿扁的第一任 2000年的第一任是雙少數 少數總統 對 39% 然後在國會也是少數 所以這很像是台南人的宿命 賴清德是萬里人 你這句話是講給林俊憲聽的 俊憲以後不要選總統 台南人可以出口奈勞 台南要選總統 就要一次把他多數 所以南昆森這次開的 國運圈就要開好一點 未來俊憲真的不要變成雙少數 所以台南人的宿命是這樣子 雙少數真的很辛苦 阿扁在第一任2000年的時候 是因為撒哈都 也是39% 民進黨在國會的部分 是少數才幾席 我看一下59席 那時候國會是225席 所以民進黨在2000年的時候 是少數 那第二任的時候 還有民進黨在2004年的時候 阿扁雖然順利連任 那民進黨雖然是第一大黨 八而七席 可是國勤加起來是過半的 所以在民進黨八年執政 雙少數的艱困黨 以阿扁為例 他在第二任的時候 很多重要議案都推不過 甚至在監委人事同一權 也被國勤凍結了 所以在監委的時候 一度是空轉了 沒有監委 所以是讓重要議案 只要少數政府的話 都不好 不好推動 所以未來 新的國會開議之後 在農曆過年完 過年完開議之後 第一個 我覺得第一關 先選召委 召委就布責排安全 那以目前藍白 現在的多數席次的話 民黨要獲得召委 不容易吧 大概在委員會的部分 不容易 而且包括在布責重要 包括總統府的相關的議案 司法法治委員會 大家要搶的藥啊 黃國昌會不會搶第一個 所以藍白之間一定互有禮讓 你覺得藍白一定會合作嗎 一定會合作 一定會合作 在趙偉的部分 一定要釋出善意 要共同站在 釋出善意 就是你們要讓出幾席 可以談 我要講二 大家都講說有兩個地方 意義一定不滿足 對啦 我覺得到時候都可以談 開議之後 當然不要像黃國昌講那麼早開議 第二天就開議 那個很多人都還在國外 很多人包括 包括那個2月1號 投完政府院長之後就出國了 很多人在出國 你叫他臨時跑回來 機票也不好訂 過年期間真的機票不好訂 正常所以 柯建民委員跟曝昆琴相較之下 還是比較有經驗 不過我覺得對 雙少數總統 對賴清德總統來看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 我覺得要過去 以阿扁的少數執政為陰件 我覺得不能太強勢 阿扁在第一任的時候 確實身段放得很柔軟 包括那兩岸政策 他提出四不一沒有 在整個國會上是尊重立保院 相當的 我覺得立場是相當柔軟的 直到最後 因為核四 核四庭建的部分 整個朝野關係才開始 而且核四庭建那件事情 我覺得處理了 到現在 到現在都還沒有人 回頭去談戀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處理模式 是人家進了總統府 跟你談事情 然後還沒有回到 國民黨中央黨部 中間就告訴你說 核四庭建 那一次其實有嚇到所有的人 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處理模式 你好歹 要不就是在總統府談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我可能會什麼什麼 你們大家是不是什麼 沒有 結果是你回去在路上 然後新聞就出來 核四庭建 那件事情 我覺得是造成後來 大家整個 從互信到處理 全部都破到 對所以 所以到底為什麼 就是說你那時候 建了連戰 然後行政院 同一時間 又宣布要那個 要停建 到底什麼原因 我覺得阿炳應該要 接受專訪 或自己開直播說明一下 到底那時候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 你是要羞辱在野黨嗎 還是怎麼樣 可是就是說 阿炳的起手是 原先是柔軟的 可是後來因為核四庭建 朝野就對立了 那對賴總統來講 未來朝野要和解 他也說 包括要召開國事會議 我覺得 我覺得對蔡英文總統 就說他過去八年任內 確實朝野的距離太遙遠了 我覺得未來包括國事會議 跟朝野之間怎麼互動 我就有需要 所以我認為過年第一時間 結束之後應該要邀請 包括柯文哲 包括朱立倫主席 應該要互動一下 那第二個 包括國會的選招委 甚至未來國情報告 要怎麼去互動 我覺得對賴清德 未來雙少數總統 都是挑戰 那應該精準的這樣講 雙少數不是第一次 但是是第一次 在雙少數之下 尤其國會三黨不過半 這是精準的說 應該會是這個樣 那所以對於賴清德 然後未來520就任以後 那個局到底該怎麼辦 剛才明先直接說了 阿扁 阿扁那次是 你說雙少數 尤其在執政的過程 碰到很多問題 所以第一個 對於賴清德 在未來520執政以後 當初的那些經驗 未來該怎麼辦 但是唯一比較好一點是 當時那個是 國民黨掌握多數 包括國清 一加起來 你真的是 什麼盤都沒得翻 這次三黨不過半 所以你光從一個立法院 院長的選舉 就知道白營就跟你講 來這邊來一下 面試一下 這邊來考一下 但對賴清德來說 在未來的施政 我覺得 我印象中在前幾天 他自己也講說 那是當時 整個施政過程 腰彎都不夠 那現在腰彎到什麼程度 才叫夠 這個 上一次的朝小野大 是16年前 其實現在一般人 可能也沒有印象 朝小野大 生了什麼 那對政治上 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那當年的朝小野大 確實在施政上 有很大的阻礙 不過像剛剛明顯提到 一開始是一個磨合期 因為國民黨也不知道 怎麼當在野黨 那是第一次當在野黨 執政太久了 執政官黨怎麼當 那剛剛提到 怎麼合適 那我不清楚 問到時候 林紀小 你還在念書 也不知道清楚 是什麼一個狀況 但是 那個時候 朝小野大 賴清德 是長期的 立法院 黨團 民進黨團的幹事長 所以他那個 朝小野大 他非常有經驗 他大概知道 會是一個什麼狀況 但那時候的 在野黨 跟現在又很大不同 當時因為國清啊 第一個 親民黨 宋主義是從國民黨 直接分裂出去 所以他們大概 意識形態 甚至裡面很多的 人脈大概都是重點 沒錯 現在的在野黨 不一樣 其中有一個可藍可綠 不斷變顏色的 可皮 這個就不一樣 所以這次 這次的朝小野大 在野黨的陣營 就會有千變萬化 就像這一次的 政府院長選舉 其實我個人來講 是沒有意外 我本來就認為 對可皮黨來講 他第一志願就是 他能夠換到一個 政府院長 不然如果都換不到 第二志願就是韓國瑜當選 那為什麼第一個他換不到呢 因為民進黨不理他 民進黨不理他 國民黨就不必跟著出價 我再強調 關鍵少數 你能所謂關鍵兩個字 就是要有人去追求你 是 如果民進黨不理你 國民黨就不會來了 因為國民黨贏嘛 國民黨就不差別 那他這巴西就是廢物 那除非 但民進黨如果去追求他 去拉這巴西 國民黨就會跟進 他那個價值就提高 這就是黃國昌要的 那在這次政府院長選舉 民進黨也不差別 國民黨就是飄飄入國 跟民進黨一樣 各政黨都守住了 只有民眾黨 那個八進七出 那個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我就不要打我們電影 但是按照我們國昌老師的標準 這個要開除 他說立委連投票都不會投 那怎麼做好立委的工作 你知道嗎 黃國昌的標準 其實最傷的是那一段話 因為後來網路上一直不斷講 就是大家沒有得去批評人家 這個政黨 但是自己政黨的人 自己政黨的總召講出來的話 後來黃國昌一直都還講 那是這一段啊 因為黃國昌的道德標準 是全台灣最高的 那他也預想到有人會用這個 故意去沾到 沾到 沾到 他一直說 你的手沾到沾到墨汁 一樣開除 連投票都都投到選票受到污染 那這個要改毒 那不管如何 在這次 在這次選舉 民眾黨採用這種投自己 這個也聰明啦 我如果算得對啦 避開不必投韓國人的這個罪名 那第二個 民進黨也沒有當選 重點就是說 這樣國民黨才有欺負 那這個就是在 剛剛民選已經自己招認出來 這個招委要給他 這次做我招了 政治高見嘛 我本來就幹嘛給他 對不對 民進黨的席事其實跟國民黨 現在越接近了啦 因為政府運黨 國民黨要扣掉兩席 五十四席嘛 國民黨五十四席嘛 現在靠到這麼多年長 那變五十二 民進黨五十一席 在周圍啊 一董一人一席啦 對 所以民進黨周圍很放心 很穩定 你們就八席啦 你們就八席啦 那 民眾黨完全沒有機會 沒有人找他合作啦 國民黨一席啦 那誰會找他合作 有的就是國民黨會讓給他 那會不會讓給他 根據剛剛民選給我們證實的會 我聽什麼暫時啊 我聽你講 那我的判斷是 難怪民眾黨 譯到的 政務院長會這麼投 沒有你們要追求一下 不然你們有一席啦 各讓一席啦 但是喔 國民黨不要忘記喔 滅國民黨者 必柯批 柯文哲的政治生命喔 他一定二零二八嘛 有沒有 有嘛 當然 那 這一次是因為分裂輸掉 第一次沒有選都會分裂啦 連送當然嘛 誰也不符誰 我算我算是對 分裂才會輸啊 那還會再分裂第二次 就是二零二六 憲治長 民進黨 民眾黨一定會大提名 當然 那二零二六 柯批黨絕對不會 不能讓國民黨大贏 國民黨二零二六 先講大贏 就不會再理會 對二零二八 他們絕對還會這樣 直接就選了 算了 所以二零二六 如果因為分裂再輸 那二零二八要不要再分裂 第三次 那壓力就來了 那時候誰壓力會比較大 看誰要不要 要怎麼 像黃國昌 黃國昌就會選新北市 他把服務處設在板橋 他的目標就是要打死國民黨 那當然必然 所以 在這種狀態下 那你說藍百位 在國會怎麼合作 柯文哲說 不能小綠或小藍 那院長 會員長頭管是小藍 對不對 那如果以後 讓國民黨再這麼順利 那就是永遠當小藍 所以他一定有時候也會跳過來 當然 也會跳來跳去 某些東西也會支持民進黨 那民進黨未來在政務上的推動 大概就是要利用這樣的一個矛盾 柯文哲 就是說我在人事上 我不跟你談 法案上可以 因為法案上社會大家可以做一個工 社會可以評論 那你如果政務院長 可能傳出一個什麼謠言 什麼民進黨要去投黃珊珊 對啊 你們要投黃珊珊 然後他讓白銀支持你們的副院長 這完全胡說八道 這個極可能 極可能就是柯比黨製造謠言 他還說你們製造謠言告你們 第一個 因為民進黨不可能犧牲尤其坤 尤其坤是賴清德去請他選部分局的 因為你要跟韓國瑜做一個對照組 以資歷啊聲望啊 黨團內大概只有尤其坤可以選院長 到最後如果他們兩個進行第二輪投票的對照組 只選尤其坤 讓社會了解說你民眾怎麼放水 這樣講不懂是怎樣 其實國民黨也會贏啦 第二輪國民黨也會贏 算票數也知道啊 那你為什麼要提名這種人 你是沒人啊 你難道一定 提名哪個人啊 一定要韓國瑜 韓國瑜 市長市長 過年都講壞話 但是韓國瑜當選我 你開心 不是 因為可以讓選民了解選票不能亂投 不然黑白頭就產生這種狀況 這對民進黨不一定不好啦 也有人說韓國瑜怎麼會變這個提款機 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說 在小藍小綠的跳躍之中 未來的國會就不會像上一次的那種 那麼死板板的 民進黨都不會過的 那種草小野大 所以 國民黨也不用急著 國民黨現在還是要搞清楚 你未來怎麼去面對科比黨 國民黨還沒有啦 對不對 那其實國民黨在大戰略上應該是要被動 民進黨不出價你就不用理他 因為你就贏了 民進黨如果跟他合 還是說 他怎麼知道你們有沒有出價 國民黨 因為現在大家出價都會私底下出價 不會有人在檯面上 第二個 柯文哲是全台灣最大嘴巴 他保證會洩漏出來 第二個政壇沒有沒有密文 有時候做自己叫做躲著上衣服 對 上衣服 絕對會知道 那乾脆以後就拿了拍賣單 你們出多少我們出多少 對 也好可憐 所以 未來的 未來的那種政府推動 我比較沒有那麼悲觀 就是說 因為有國會上 有民眾黨這種 這種關鍵少數 而且民眾黨很快就會產生 所謂 雖然八個人 但我們講看起來大概有三個派系 所以你覺得他們會分裂 會啊 國昌派 還有三三派 那還有一個 就是會比較優異派 你想 你哪民眾黨 民眾黨 假設你是張祺凱 你心裡會高興嗎 整天都黃國昌說了算 對不對 好像我們其他人都不存在 都是空氣 都黃國昌 他代表我們整個嗎 這句齁 這是人性問題 對不對 如果你黃國昌 講的是符合我想的 那你就算 黃昌講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同意他們 看法 那句話就分裂 目前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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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來是三派了 未來會不會再分裂 OK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不可諱言 雖敏鳳 未來的重心 所有的國內的重心 一定在立法院 因為這種三黨不過半的方式 然後俊憲剛講還算樂觀的是 畢竟不像當初阿扁那個時代 完全只要在野黨講一句話 他們就掛掉了那種感覺 可是這就凸顯白鷹的重要 可是話說回來 韓國委長的立法院 剛才俊憲口中 好啊 那你就掌啊 就讓所有人知道 你投票結果這樣 對韓國委來講 那你自己預估 他在立法院長的職務上面 能夠得心應手嗎 我覺得這個情勢是比陳律遠的時候還糟 還糟 我跟你講 那時候的這一黨是一塊 一整塊 現在這一黨是兩塊 結果你藍白 基本上藍白河應該是基調 就是這四年來 不管你知道怎麼樣 然後就像那個 一起對抗執政黨的意思 對就是台北的天空 然後一直一直悬浮了這個 藍白河的旋律嘛 那可是問題是就是說 但是藍白河中間又有一些 如果因為其實 其實黃國昌跟國民黨政策 有些東西是不合的 但是他們要不要合 又每次又會變成話題啊 他都可以抱抱 愛的抱抱這樣 對啊就是說 我今天行政院 丟一個法案出來 然後就會吵說藍白要不要同意 那我所以說你這個 就未來情況 就很像這次總統大選一樣 一直都在吵藍白河 然後你行政院的這個東西 就是被邊緣化 那就是說怎麼樣搶版面 說明你們的政策 然後這樣通過 這變成內心者很大的一個考驗 那過去陳春美時代就是 國會跟行政對抗 行政至少是佔有一席地位 然後我怎麼跟你對抗 那所以說你這個就是看 你這個整個韓國瑜在立法院 你怎麼樣協調 如果說你可以把這個白的說服好 那就是你可以跟行政院 做一個完全對抗 但是事實上 你跟黃國昌還有柯文哲的理念 跟柯文哲的理念 也許還可以談 跟黃國昌還有黃山的理念 我看可能差很多 那你韓國瑜的立場是什麼 就是說你到底是要介入還是不介入 基本上從這個王近平不做院長以後 他國會的政務議長就應該是中立 是黨團去協商的 所以說我覺得韓國瑜最重要 就是說你怎樣統合內部 那我覺得你一直做一個反對者 我覺得你這樣子對國民黨也不利 你事實上你應該就是要扮演 甚至要扮演如果黃國昌或是這個白色的力量 對於這個行政院的法案太過衝突的反對的話 太過激烈的反對 尤其是黃國昌每次都把這個法案弄得很高 就像那個交通祭典一樣 每個人都在加碼那一種 加碼就要每個人都罰兩次 罰罰金之外還要吊罩什麼東西 雙重處罰 這種根本就是處罰人民 這個就是像這種法案飆車的這種情況 你應該要阻止 否則你國會大家就要看你到底要怎麼樣 然後再來你千萬不要跟什麼 帥團去中國訪問之類的 我告訴你我這個 這應該不會吧 很不曉得很難講 這也要錄耶快審查啦 沒有那麼容易 國台辦每號出來拍拍手 一個沒有選舉的一個國家 突然對於我們政府立法院長 那個朝野合作非常的肯定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我警告 我不知道我提個 你警告沒關係 我提醒 譬如說我認識28歲的女生 那個女生是柯文哲的這個粉絲 後來在爸媽極烈 媽媽極烈勸說下 她終於願意投國民黨跟侯友宜了 她進去就投了侯友宜 找得到侯友宜三個字嘛 然後回去選票沒有很難找好不好 政黨票一摊開 從頭看到我也沒有國民黨三個字啊 她就丟了 然後回去跟她媽說沒有國民黨這個黨 她媽就跟她講說是中國國民黨啦 然後你看28歲的人 她怎麼想說國民黨就是國民黨啊 這跟陳昭之有什麼差別 你什麼陳昭之28歲不是陳昭之啊 我告訴你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年輕人 他怎麼會想說我們台灣的政黨 還有一個叫中國國民黨的啦 所以我告訴你 這是一個活生生寫靈靈的例子啊 連投票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 就是你們搞不好就插那一票就當選 OK 可是 你說今天在現場 明鳳跑了這麼久的一些政治啊 所有這些 來上空 所以大家講 你說以前 為什麼要拿以前的例子來看現在 因為就是講說那個三黨不過半 或是朝小野大 綜合啦 不管你說是不是三個或是 在朝在野之間的朝小野大 他畢竟都是執政黨是弱勢嘛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當賴清德也講說 對腰腰彎的第一點 可是當所有的在立法院裡面 你說老柯柯健民柯總召委直接講啦 未來立法院 大概就天天假動啦 然後 所有一定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去拉立委 然後來上節目 未來常態就會變成這樣子 總召 三黨之間總召 接下來剛講召委排序或是什麼 你也預估 民眾黨應該會拿到 拿到一兩級召委對不對 可能性極高啊 是不是 因為 所以藍白之間那又開啟另外一層的合作 勾結嘛 就是勾結嘛 但是目前為止 國民黨黨團內部 其實意見並沒有那麼一致喔 有人認為可以合作讓 有人認為為什麼要理民眾黨要讓 現在不是副說的算數啊 一定還是要回到黨團內部去討論 討論 而且就算要讓你要讓幾席 讓哪個委員會 你總不能把財政讓出去吧 誰知道 你把財政讓出去 賴斯堡農民才怎麼辦 而且就算要讓你要讓幾席 讓哪個委員會 你總不能把財政讓出去吧 誰知道 你把財政讓出去 賴斯堡農民才怎麼辦 你忘了嗎 當初 六點協議 十月十五號 柯去聽的 簽的那個裡頭 那天柯在這專訪的時候 你也在啊 他那天不就講說 他跟他們講 他跟國民黨跟馬英雄他們講 那時候 其中有沒有一個 金管會 對有沒有一個金管會 監督單位 監督單位啊 是啊 但招委不是監督單位啊 可是財政 意思就是財政這一塊 是他們看中的啊 但是國民黨也很看中財政啊 未來預算的匯整 都是財政在負責啊 所以 夏威吉開始就要審預算啊 那財政的角色 相對重要 為什麼要讓給他們呢 為什麼會讓呢 你要讓的話 你還要看哪個委員會嘛 他也不一定是 同樣你說 交通交通有人在點名交通 交通怎麼讓啊 交通有NCC的委員的審查權 對不對 NCC的審查權 可以讓 那是全院投票 人事同意權 你現在要交過去 你審你怎麼審 那大家一個是 國民黨當時是為了中天氣憤 黃國昌是巴不得關掉中天 你要怎麼讓 所以 有些東西他要討論啊 他沒有說馬上就可以讓了啦 而且 當然你說這一次 這一次選舉完三黨不過半 他跟過去的三黨不過半不一樣嗎 因為另外兩個黨是系數同門 對啦 兩個人一起說好 就可以讓你監察院三年半空轉不得 對不對 統一權就是不給你行使啊 三黨 但這一次的時候是何重連狠啊 因為我可能去 抓某一部分人 我可能就可以了啊 那 你看得出來你 八月八月份 考試委員有政府院長市集要到任 嗯 那依據規定你三個月前必須提名 嗯 那你很可能這一屆你就要決定 要不要開臨時會了 嗯 因為九月才開議嘛 下一屆 下一個會期是九月開議嘛 那你賴金德一上任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要面對提這個啊 先送質問 你要提那個質問嘛 那質問你八月三十一號 你一定要在八月三十一號 行使同意權讓考試院過嘛 不然又沒政府院長考試院要空轉嘛 嗯 所以賴金德面臨的問題 他沒有那麼相對的好像三黨不過幹 我要怎麼樣 可是未來來講對白銀來講 那個身價就真的 明顯剛才雖然是開玩笑啊 就是以後碰到所有的議案 所有那些 就大家把標單全部都拿出來 看看哪個地方大家比較滿意啊 他就變這樣啊 因為每個地方都會需要他能夠 除非 除非藍綠之間能夠互挖 互挖到對方的一些的人 要不然白銀的話 你說我拿俏 好我就是拿俏 怎麼樣呢 我就是把最小的八席發揮到最大的戰力啊 標單也不一定 標單也不一定綠營開給白銀啊 也開給藍營 可以開給藍營啊 大家來談一談考試院 你們的原則是什麼 有沒有要推薦的人啊 所以立法院 標單我為什麼一定要開給白的呢 放在意識處 也會必 放到意識處 收發處好 放到收發處 電子公文啊 就停頓在那邊不簽收 所以 所以呢 未來其實你看 這一屆可能從臨時會 要開臨時會開始 你看NCC裡面的主委也是七月到任 考試院考試院也要到任啊 而且他憲法機構裡面光是這一屆 大法官考試院還有他有三個憲法機構 監院有三個行政機構 一個NCC一個是那個中選會 中選會爭議也很大 一個中選會還有一個檢察總長 光這一屆賴清德面臨的人事同意權 這麼重大的憲法機關 跟非憲法機關裡面的同意權 還有一個沈記長 那沈記長基本上是 算憲法憲法規定的 他是總額的二分之一 那你要怎麼弄 這樣標準不夠拿了 這個很麻煩耶 這個很麻煩耶 這對賴清德來說是很麻煩的一件事耶 如果你提了人選 如果真的搞到藍白合作 你會不會又重演那個監察院透空多久的事 他就是同意權 他就是跟你兵在程序委員會 他就不給你排嘛 空轉三年多的經驗大家還記得啊 那怎麼處理 所以賴清德賴清德相對麻煩 而且下個會期的預算審查 那預算又最麻煩 預算他是所有部會在那邊 他不是一個單因法案裡面 我們在這裡面吵 他的部會這麼多 哎我可能 這個案子我跟國民黨在一起刪 那個案子我可能覺得很重要 國民黨要刪 我覺得不應該刪 我又跟民進黨走在一起 光一個預算案 你看那個白的那個游動的空間有多大 所以說白真的是沒用的巴息嗎 其實我是打問號 不過剛才一夫講這些狀況 所以難怪白銀那時候還記得嗎 在在選完以後沒多久 陳志涵在我們節目裡面就直接講說 對這些如果沒有經過我們同意的話 包括了行政院長這些 我們就倒閣 就倒給你看 以後白銀會變成國內決策最重要的一個單位 這結果陳志涵在本節目的倒閣說 一出來之後就引起了大家的嘩然嘛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台灣從解嚴之後到現在 民主化三十幾年來 那當然可能有些年輕的朋友們 對於過去的狀況不太清楚 但是一定年齡以上的人 過去的狀況一旦看多了 什麼叫一定年齡以上 再說一定年齡 比如說像我 比如說像我 在奧扁執政朝小野大還有記憶的人 這樣講對不對 像我有記憶 那我小時候 沒有記憶 大家小時候 就是你現在說 OK啦 你如果說是關鍵少數 然後你要說你發揮槓桿 這個大家可以接受 這符合常識 可是如果你說我有八席 我會發動倒閣 這個大家會覺得說不對啊 以前 宋楚瑜的親民黨席事比你多 多啊 他也沒發動倒閣啊 不是嗎 宋楚瑜選總統的票也是比你多 他也沒發動倒閣啊 所以你喊到倒閣這架喊太高了 所以民眾會看啊 我覺得三黨不過半的精髓 就是在於最後的裁判其實是民眾 尤其是沒有固定政黨傾向的中間選民 因為最後的那個關鍵的風向才會決定說 這個柯文哲你這八席 到底要往哪邊走嗎 畢竟柯文哲是有未來性的啊 他2028還要再選啊 所以他也不可能徹底去跟他的選民撕裂 當然 不然他沒有政治基礎了 所以在現在的狀況下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是說 要做個合理的人 要做個合理的政黨 像藍綠都投自己 白第一輪也投自己 我覺得這選擇就非常合理 完全合理 不會有人有意見 那進到第二輪之後 藍綠都投自己是很合理 可是八席 因為第二輪以後就沒有白的人了嘛 對 第二輪以後選票上只有兩個 那你當然就會留下了一個尾巴 讓人家問說 為什麼你是這個立法委員 你遊席困韓國瑜你選不出來 大家會產生困惑嗎 不是只有對你回到那個選票 投出廢票產生困惑啊 你說你為什麼中午的時候人不見 下午人也不見 你們到底在幹嘛 那你要講出一套東西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 這個八席很可惜是說 他們擺了一個難以談判的架式 所以反而讓他這八席 真正的價值減損 那你如果說今天是一個關鍵少數 其實你應該是對兩邊 你都敞開大門 歡迎來談 而且你要給人家一種 只要我跟你談好了 我一定有信用的 這樣的印象 如果說我今天跟你談好八票給你 結果投出來只有七票 自己都投七票 所以就變成是說 你自己的政治論述會受影響 在民眾黨宣布支持黃珊珊選院長之後 本來民眾黨的支持者在講說 那民進黨五十一票投過來就好 就不會有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當選都是民進黨的錯 要帶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而且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去買單 可是到他們自己 這個八票變七票之後 他們自己論述完全破功 就像柯建民他馬上就講說 民進黨五十一席怎麼可能去投 連陳昭之委員都不投的黃珊珊委員 一句話就把他堵死了 所以他必須要做一個 第一你一定要是一個有紀律的政黨 你這八票一定要團進團出 你才能夠去有這個立基點 去跟藍綠兩黨協商 可是問題來了 過去是誰一直批評團進團出 是黨裔立委 過去是誰一直批評說 假動就是黨裔大於民意 哇你這個就產生一個論述上的矛盾 還有包括說 今天你歡迎來談 談完之後 你說不好意思 我覺得你這兩家來投標的 我通通都不滿意 我有內定的其他廠商 你早講嘛 人家就覺得說 那你這個公開招標 難道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第一次就這樣 那接下來第二次 藍綠會更放心的去跟你談 還是藍綠會覺得說 算了啦我把門關起來 那或者是說 我們都只是在表面做做樣子 反正我們心裡都知道 最後呢你一定會有擺出一個最高的姿態 來批藍打綠說我們都很爛 然後只有你最好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覺得比較可惜一件事情是 這巴西我覺得在未來 如果是這種難以談判的態勢 那也許 也許在大多數的法案上面 他們會沒有影響力 因為大多數的其實 如果不是那種很意識形態 或很政治性的法案 大多數牽涉到民生相關的法案的時候 藍綠的對立是不會太激烈 比如說我今天講 對於大學生的學費補助 你說藍營會52票 全部反對把預算刪掉 我也不相信 對不對 然後對於這種一些 大家認為應該要去做的建設案 你說藍營會52票全部假動說 你這個哪條捷運不准蓋 哪一條鐵路電就不能做 前瞻運算算很多 前瞻運算算很多 可是後面其實他們事實上 自己也要爭取嘛 對不對 那現在藍綠只差一票到三票之間 他不是一個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如果說真的 每次都要靠人數碾壓 就是每次都要假動 每次都要每一個人站出來 表決器要秀出來 所以我預期未來會很高爭議的 一定是那種涉及政治性很強 然後這個可能牽涉意識形態 比如說軍購 比如說潛艦案 所以我預期未來會很高爭議的 一定是那種涉及政治性很強 然後這個可能牽涉意識形態 比如說軍購 比如說潛艦案 可是在軍購跟潛艦案上 民眾黨八習選擇的空間大 如果他跟藍的站在一起說 我就是這個覺得不需要買這些 這個比如說火山布雷系統 跳出來說不能買 這個國建國照後面七艘 跳出來說我要三運算不准做 那柯文哲四年之後選總統的基礎在哪裡 他現在要面臨到的是 他要對這些國政事項攤牌 所以我還是覺得主張說 民眾黨不要太害怕被說是小藍或小綠 可是他們擺明了就是要這樣 可是這對他們的黨來說不是最好的策略 你應該要真的廣開大門 然後我願意跟你合作 我也願意跟他合作 然後我們真的好好的把幾個合作做出來 顯示說你看我真的是有能力 對國家做出最好的選擇 這才是對一個小黨來說最好的形象 因為現在看起來 即便是爭議情人法案 你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在國內來講 大家對峙最嚴重的 譬如說美足美牛那些法案 我印象中在投票的時候 民進黨兩黨都祭出最嚴的 然後包括黨軍紀啦所有那些 結果民進黨我記得在投票的時候 像林初芬委員 因為他對有一些事情 有他的一些看法 他還是沒有投 即便你被懲處 因為他覺得他有一些理念上來 或什麼之類 也就是說再具爭議性 搞不好也會這樣 剛剛沒有講 因為大家的票數真的差不多 沒有差到那種地步之下 一兩票之間 一來一往 都不得了 OK 好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委員現在面臨到一個問題 雖然剛才郡先生開玩笑 你說他們現在八個立委 有三個派系 OK 那後面還有沒有不知道 可是 委員比較清楚 對 但是 但是對柯文哲來講 他就是個陽春黨主席 所以你看後來有很多 他是到立法院去 叫八個人站在後面 但是這種情形 往後一路再往下的時候 他真的能夠完全駕馭 這八個人嗎 而且這八個人裡面 每個人大家各有一些 沒沒嘎嘎的東西 你怎麼會知道 我再舉一個例子 還記得侯友宜那時候 本來要選總統的過程的時候 大家在選總統 有沒有把朱一輪擺進去 有嗎 大家還要想一個說 朱一輪會不會覺得 你好歹是我的副市長出身 那是不是也應該是大哥先來 或什麼今天 我們家講說有沒有今天 沒有啊 當侯自己當市長 選了兩次以後 我為什麼一定是你的小弟 你告訴我 賀龍夜夜秀那件事情 黃國璋出來講話是說 那個他不知道該怎麼評論這個 柯文哲出來 是直接講說 不應該去評論人家的什麼 從這再往下走 民眾黨這八席跟柯文哲之間 難道都不會有一些裂痕了嗎 這個講到楊春黨主席 其實這種楊春的定義 還真的是不太好拿捏 是說 柯文哲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官位 完全沒有任何職位 因此楊春嗎 他連新竹副市長都不是 或者是整個黨 楊春就只剩下柯文哲的意志 他會有兩個解釋的層面 但實質上 不只立院會分派系 民眾黨他有外面 高鴻安陳富海還沒掛 人家也是地方大員 對 地方諸侯 對 地方大員都還在 有個政府在 地方上也有一些人 是依附他們的 他也有養一滴家丁 好 那來到立院呢 黃珊珊 黃國昌 也各聚一方 那當然要說三個派系 派系基本上有第二個人 但是黃國昌有沒有第二個人 我是比較懷疑 所以至少會有三種意見 立院至少就黃國昌的意見 黃珊珊的意見 黃國昌說陳兆之 根本是這種 沒資格當 黃珊珊說是小書師 還有其他人說 這個不能你們自己瞭解 我們要送中 他們要中評會什麼 去做處理 好 他們就是地方上 可能會有不同意見 當然黨團會有不同意見 在外面呢 還有蔡壁如晴 問他現在是什麼身分 他現在到底算什麼黨的 他一樣有意見 他有強調他不會退黨 他會留下來 可是他在地方上的根基 他之所以可以出來化事 就是因為他在台中大甲那四十幾% 而且虛惠國民黨 對 就是國民黨合作非常愉快 而且是跟盧秀燕 下一任總統的熱門競爭者 非常的好 這裡面就會有很多牽扯嘛 所以柯文哲現在在春節之前 展現出來的態勢就是 每天早上醒來 搭公車去立法院 後來發現公車太多人要訪問了 騎U賣去立法院 他完全就是以立院為家 為什麼 因為那邊是媒體的焦點 他坐鎮現場來下號令 可是他到底是什麼身分 一個黨寄生在立院黨團嗎 這個感覺起來也怪怪的 即便是之前是這樣 黨主席處理黨務也是回 你也要回另外一間去處理才不會 所以你什麼都在寄生在那邊 這也很奇怪嘛 但是柯文哲現在就是 他是不是演了一部好像就是 要講他說是黨團主任 也不太對 這個有人 我昨天有聽到他說這個 他們已經有三長 那柯文哲是幹話長 講講話就好了 不管怎麼樣 柯文哲一定會在這個地方 最有媒體焦點的地方 繼續發言 但問題就在於說 跟黃國昌的不同步 黃國昌總召他會說 即早開會了 柯P精神 可是柯P會被人家喵喵 突然又改變想法 搞不好有可能 柯文哲講出來的意見 如果跟黃國昌有太多不同步的時候 曾剛才講的這個賀龍夜夜秀的部分 黃國昌就是完全不想去處理 好這個還是別人家的事情 黃國昌自己跟柯文哲簽的協議 他們有簽協議說不管黨 可是黃國昌前一陣子 又出來放話說 誰誰選哪裡 下面都要六個選 六都都要下去選 什麼時候輪到你講話 你不是有簽協議嗎 這個黨不只對外的協議 簽的是爽簽的 對內的協議也是簽的也是爽簽的 那請問這個黨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原則的狀況下 這才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其他黨要跟他們談 不管是你要遞什麼書去給他們簽 就是報價出來怎麼管他們 這個黨就是沒有原則 他今天跟你講好了 明天可能會改 就說突然又開一個記者會 我們現在公佈我們本黨最新的理念 以下五點 通通都要這個大家聽好了 那好我再去跟你談這五點 談好了五點我全部都接受 出來的時候我不欣賞你的人格 所以我不支持你 他們已經在立院的院長玩過這一次 之後每一個案子會不會這樣玩 那你如果玩到最後面 真的就到位 是我們跟他之前講的 乾脆報價書拿給國民黨 好歹是比較熟 比較熟知道你是什麼個性的 就直接來談民進黨會直接跟國民黨 國民黨也會不會直接跟民進黨談 會啊因為他就知道 黃昌這個人可能是基本上是沒辦法溝通 對就只有頂多韓國瑜直接拉他抱抱 可以除此之外呢 什麼都也不下去 所以現在民眾黨的問題就在於說 選舉的形象 大家都說你就是為了搶新聞效果 所以這樣做 可能選後呢 你還是在搶新聞的效果的話 我認為後續啊不管柯文哲 養不養春 整個黨的方向迷航是最大的問題 OK明顯 你覺得韓國瑜會不會再想選更大位 因為他當上立法院長那幾天 然後媒體就已經開始出來 立法院你覺得會 你覺得他會選總統 他現在是國民黨的公職位階最高的 院長級 對他現在是國民黨的公職位階最高的 所以你覺得他會在中 因為媒體已經 剛上立法院長2月1號 2月2號開始就講 立法院長不會是最後的一個位置 布局南台灣是不是 所以你覺得他會再往上挑戰 對 未來的事情很難預料啦 當然要預料一下當政治人當媒體 你以前媒體人出身 總不能只看眼下啊 過去王院長王金平擔任立法院長的時候 也想更上一層樓啊 我覺得就說因緣俱組啦 時機到了真的到風堅浪頭上 也得踏上去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這個企圖 韓國瑜 我認為此時此刻應該是沒有啦 此時此刻至少立法院要開 至少要把立法院這局穩定住啊 剛剛上東已經分析了 接下來立法院關卡那麼多 包括人事統一權 我今年大概排下去 他的課票很多要處理完耶 而且我覺得國民黨內部 現在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剛剛大家提下來 其實接下來就是2026的選舉 就會變成2024的延長賽啦 那明顯現在講2026 來明顯我們就來看這個數字 人家白衣已經直接放話了對不對 那黃國昌直接講說 包括六都包括新竹縣市 白衣有八旗立委 那黃昌黃山林國成林宇君張基凱 吳春城 陳昭之 麥玉珍 有一些觀眾朋友 大概還不太熟悉的名字 沒關係 白衣就是有這八旗 如果點名他們 包括現有的戰將 包括蔡皮如 OK 包括你說像在桃園 他們現有的一些戰將加進去 國民黨 2022拿43個縣市 這裡頭 在2026 大概兩任 然後要換人的這些地方 好 新北 台中 然後彰化 雲林 這些地方都有嘛 洪文凱 然後這次的票數開得漂亮 張基成就當了副院長 謝宜鳳 家族一直在彰化經營 張家俊就不要講了 雲林這個地方 然後嘉義縣 王玉銘 台南 然後金門 陳昀珍 那柯智恩在高雄還在經營 OK 那他也一直表達要在高雄經營 屏東蘇清全上一次屏東 澤春敏 對我說屏東你們上一次 只輸了一萬票左右嘛 所以對你們來說 這個地方OK 那副昆吉根本 他一直講說在花蓮這一塊 所以你們這 可是如果真的要看到這些縣市 你如果再往下看 2024這一次 藍綠白各縣市的得票比 如果你真的看得票比 當然有說 白銀不見得只吃到藍銀的票 也許藍銀的票 綠銀的票 包括年輕票 也會被白銀吃掉 但是如果真的說 台北市差距還算多一點點喔 差了14 新北差9 接下來一路往下 桃園藍白差3% 台中差2% 宜蘭差3% 基隆這比較多差12% 新竹 新竹只差了1% 新竹市更不要講 白銀比藍銀還高 OK 一路往下 所有這些票 所以如果要是真的白銀灑透成冰的時候 你們的2026這一仗 如果知道 剛剛包括軍人講說你們會很慘 因為柯P也是要在這一仗告訴你們 他實力有多強 你們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去聯繫印刷場去印標單了 你看這選票結構 看這選票結構 是啊 我們14期先講縣市長 我們應該是14期 14期 我們有9期是不連任的 不得連任 是啊 要卸任 那特別民眾黨 在這次在新竹縣市 大台中都開得不錯 特別開得不錯 這兩個地方 如果依照黃國昌 好啦不要講說黃國昌 不能指指點點 黃國昌的戰略其實是對的 在新竹縣市提名 本來新竹他們 新竹是有高宏安 那新竹縣如果他們提名 那台中如果他們也提名 對國民黨來講 你怎麼會說如果他們提名 你覺得他不提名嗎 如果你是柯P 提不提 那就對了嗎 提能不能選得上 是其次 那是一回事 拿來跟國民黨話 把他看嗎 如果你是柯P 提不提 那就對了嗎 提能不能選得上 是其次 拿來跟國民黨話 把他看嗎 所以我認為這樣 就國民黨明年會選黨主席 明年的黨主席會很頭大 第一個我們自己 怎麼去找人選 高雄柯知恩 屏東蘇清泉 台南謝龍介 然後彰化王玉民 這些沒問題 可是提名 如果民眾黨提名了怎麼辦 又不能說柯主席 我們再去均越 再去談一下 均越2.0 你要均越2.0 均越3.0 均越4.0 我把他點不完耶 他死也不進均越了 好啦 我們換一個 洗來燈 比較近啦 我覺得 這個局面對國民黨來講 會是很嚴酷的挑戰 剛偉航老師有提到說 他剛剛講說民眾黨 沒什麼理念 沒什麼原則 我要想 我們學歷史 明朝明末的農民運動 就是這樣 農民領袖李志誠 打到哪裡 打到最後 打到北京 我在想 哇 這個後果好像很難想像 所以 明年我們選黨主席 第一個黨主席 一定要協調整合 國民黨提名 要能夠提名出來 第二個 我覺得藍白協調 這是不可免 這跟當初國慶一樣 那 變成說 如果到時候 第一個縣市長 你要用讓的嗎 這不是跟趙偉一樣 我趙偉讓你一起讓兩席 這個縣市首長 是兵家必爭之地 好 國民黨有九席 是不連任的 民進黨也有三席 民黨有高雄嘉義台南 那台南當然可能會提名林俊縣 那國民黨可以說 我們台南就不提了嗎 我們就讓掉了嗎 那如果假設 民進 民眾黨白銀提名的話 譬如說 他們在嘉義縣由張其楷設付出 那假設他在嘉義縣 如果真的差旗的話 那我們放棄了嗎 這是縣市長而已 那接下來議員 民眾黨令騙氣 風火啊 他們現在以目標當選一百席 那以議員來講九百席來講 國民黨的當選席 現在應該是三百多席 四百多席 其他是五黨籍 那國民黨等於 如果假設以白銀的席次 總統選票的席次 以總統選票來作為比例 來分配的話 國民黨的線上 至少議員的席次 可能少得要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 所以剛剛俊憲雖然有時候 他肩酸刻薄嘴巴刁砸了一點 他的預言有可能會成真 我是先知靈 那你要預言你的 絕對會發生 絕對會發生 我補充一點 就是說滅國民黨者柯 主要是因為 你說他是理智成嗎 就是說柯文哲要擴張他的政治版圖 他一定想選總統 唯一就是只有結合 基本上就打倒國民黨 逼國民黨再跟他合 藍白分裂輸了2024 藍白分裂再輸2026 那你2028要不要 2028候文哲有參選正當性 第一個他26他會選議員 會選得不錯 第二個因為他是一個柯P黨 柯P不選這個黨就滅亡 所以抱歉我一定要選總統 對不對 那你國民黨有其他選擇 你可以跟我柯文哲合作 要不然再來再分裂 而且他的叫板就是柯政 誰附 然後再讓賴清德當選嗎 那時候 那個所謂的支持者壓力就會很大 就會逼你藍白去合 那你要由這樣反推回來 就是說我跟民選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是很誠心誠意在提醒你們 你們的主要對手就是柯文哲 那這裡面 剛剛由那個大目標反對回來 就到現在的國會神台 黃國昌一定會主張從頭到尾 他一定會反綠 因為他想選 如果想選現實上的人 他一定要成為反綠的大盟主 他要走高雄安的路線 他要走柯文哲之前做的那個大聯盟的路線 他要反綠反的比國民黨還行 對不對 你討論民進黨通通到我這裡 他才可以取代國民黨 但所謂的 也就是說 小蘭這個印象 有可能會這樣產生 因為你每個議案都跟著後面 你很難跟選民說 沒有這是我自己單獨思考的 因為你一次兩次每次選擇都跟國民黨同一邊 你這個小蘭印象都出來 畢竟你只有拔席 但柯文哲要這樣嗎 柯文哲要選總統 對不對 他思考可能不一樣 可能需要一點淺慮或幹嘛 那黃珊珊願意嗎 所以說 國民黨跟科比黨的矛盾 這個會議一直存在 因為畢竟他小要吃大 就好像 剛剛不要小看那個什麼開工的日期 黃國昌其實在過去 他曾經在立法院 那個時候只要藍綠兩大黨 就是說協商哪一天開議 每一個會期 我們黃國昌那時候還在 他一手創意 而且被他毀掉的實在之下 他一定反對 他一定會比 就是協商日期要提早一天 就是表示他很勤勞 他很勤勞 他努力做工 其實像我 我這個主張 其實不應該放年假 大年初一你還要上班 新春團敗 今天放什麼年假 真的是不是 我的標準比他高 明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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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所以你們就會了解 這就是國昌老師的模式 OK 所以這樣 但明顯 你剛才舉李志成的例子 你是把民眾黨 現在比他李志成 沒有啦 你看劉闊 我說農民運動 而且除了劉闊以外 李志成 結果明朝的崇禎 是因為李志成上調的 沒有我會有壓力 我們可以改寫歷史 我說我贏以外 因為我覺得那個歷史 讓我有不祥之感 OKOK 我說 剛剛偉航老師打到哪裡 打到哪裡 拜託 最後最後整個 整個大明王朝 就這樣被打了四分五裂 所以國民黨 現在看起來板塊 在地方板塊還是很大 還是有14個板塊 感覺起來 這個版圖還是蠻雄壯 還是蠻堅實 可是如果到時候民眾黨這樣蠶食 侵吞下來 我覺得國民黨會面臨到很大的危機 可是俊憲剛剛講的 有一段那個邏輯 他講雖然 他說他是很誠懇的建議 我相信你心裡聽了 一定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他剛剛講的是 因為黃國昌他們如果在未來 勢必循的那個模式 是非綠大盟主 把自己塑造成那個樣子 然後柯P的口號一定就是 他勢必一定要選總統 然後他一定要當政的 要不然這個民眾黨會毀 如果他一定 用一直用這樣的方式進逼 那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那真的很麻煩 我覺得我們內部不能有僥倖心理 我這幾天一直在聽大家講 我們內部甚至有一些 即將要佈局要選縣市首長的人 都有一些僥倖的心理 譬如說在新北的部分 他們都認為黃國昌去選 對我們反而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不好的 譬如說他們認為黃國昌 可能拿到年輕的選票 那即使蘇巧會下去選 他們黃國昌分死到蘇巧會的選票 那國民黨不論派李四川 或派黃門凱或誰或劉和然 都是還有機會贏的 又在那想說軍閲二點你的那個想法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國民黨作為一個大黨 還是要有自己的主體性 未來立法院該競爭該合作 有些民生法案該合作可以合作 可是該競爭 政黨的主體性還是需要堅持 所以一樣的話 就是說來自一樣威脅與挑戰 對執政黨來講 我覺得國民黨或民眾黨 都是監督執政黨的 所以俊仙有時候不要 我覺得非綠聯盟有時候還是一塊 我是提醒你們 這個絕對會發生 就是說民眾黨 他要壯大 第一個就是要吃掉 國民黨的地板 這個是必然大大同意 當然啊 都是大大同意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林俊每次講到說 可以這麼認真 然後講出來還可以不笑 OK 但是民鳳有人講說 這一次國民黨總統會輸 因為藍白河的過程 糾纏了太久 導致後來的結果 可是這個藍白河 看起來會一路糾纏到 2026 2028 會一路這樣糾纏下去嗎 他們已經喊話了 雙北的佈局 現在看起來 黃山跟黃文昌 已經被喊成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這些在未來來講 就是國民黨最大的惡夢 對啊 就是你總統大選 都是在糾纏藍白河 是啊 賴清德的政見 大家也很少聽到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立法院運作 大家有一場話 立法院你猴哪個政策 要不要藍白河 要不要一起攻擊這個 所謂執政黨政策 所以是這樣嘛 那 2026更是一個決裂點 跟分水點啊 因為你現在就說 你現在當然就說 看起來我和我立法院 其實這個立法院長 也是一種 另類的藍白河 我就是自投 然後可是我放水給 這個所謂的國民黨 就是藍白河成功了 那不像總統大選是失敗的 可是2026要怎麼合呢 2026很難合 很難吧 對啊 那你譬如說你新北市 那麼大的市 你可以放給黃國昌嗎 那當然是不可能啊 當然不可能 對 那你又開始撒哈杜的時候 那民進黨隨便又 可是民選人剛剛講 他們裡面有人覺得 沒有沒有沒有 黃國昌搞不好會吸掉 他們民進黨的年輕人選票 所以這樣下去以後 搞不好國民黨反而因此得利 那時候想太多了啦 就是你現在對藍白就走在一起了嘛 大家不會說 當然啦 我問過苗議員說 你的票是白的多還是綠 都是綠的 你回答我好像是各半啦 就是說 在沒有沙喀都的地方 白可能是分裂 可是在沙喀都的地方 我問過那個台中 就是蔡碧如那些 其實藍白河在一起 可能是接近1.5耶 所以說就是說你 你如果說 新北市是撒哈都的時候 他不可能會是票 就是他票還是分散的啦 所以還是對於 藍營的衝擊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 各個選區的這個特性啊 比如說你說 這個在嘉義縣那麼懶的地區 你基於藍白河就合葬啦 不是說 嘉義綠非常綠的地方 如果你藍白河就合葬了 也不會贏嘛對不對 那你高雄也是啊 所以說那你只有在北部 幾個縣市就變得很激烈的爭搶 譬如說桃園 桃園 不過桃園你要 張庵政是要連任的啦 比較機會比較少 那你就看新北 新北嘛 然後基隆嘛 基隆嘛 基隆現在明天已經開始在佈局了 那我知道有一個議員 已經不要做議員 他去基隆市佈局了 所以綠的在地方派 地方的選舉再快 也不是死人嘛 當然 他就現在已經開始在佈局了 所以說你看大家都 什麼2024啊 這個已經結束了 然後才開始要進入新國會 可是各個黨的遠光都很深遠嘛 100個議員 然後呢縣市的佈局都已經 開始在進行展開了 所以2026 據說大家其實都已經在開戰了 那這2026就是藍白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那不過2028 2026當然是一個觀察點 但他會直接決定 2028也是藍白和 或藍白不和 這個東西要看藍的 推的候選人強不強 如果這次不是推侯友宜的話 推更強的人 根本就不用藍白和啊 對不對 我覺得藍白的策略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白的策略 可能就會跟當年民進黨一樣 推翻體制嘛 他就打破藍綠的話 他就一直做反對反對反對 反對到底 搞不好就會有一批人 永遠說 這次打倒了反腐敗藍綠這樣子 那也是一種辦法 看他能夠搶到多少票啊 那他要合作的部分 那要看著辦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盤棋啊 你藍白如果要真的要在2026 Smooth的這個合作的時候 你要從現在就開始談啊 OK 準備請 第一個喔 就是說民眾黨說要100席的議員 我認為這非常有機會 因為 因為你當選一席議員喔 只要6% 8%到10%就 柯文哲有沒有這樣的實力 以目前看絕對有 所以 但是我看的不是100席民眾黨議員當選 而是國民黨若選100席議員 這一定會排擠到 一定是排擠到國民黨的 絕到排擠到 這可能會超過100席 不要忘記喔 柯文哲在這次的立委選舉 他後來有幫忙國民黨幾個候選人 對 他拍個影片 全部當選 民眾黨很多 你根本沒有想像會弱選 對尤其在中部那些地方 民調一路贏到最後一天 然後輸掉 輸掉 所以不管如何 如果像議員的這種多席式選舉 民眾黨下一次喔 一定撒鬥成兵 大福增強 一定會 大福增強 大福成長 就是重創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 我在誠心誠意提醒 我們今天國民黨的代表 你一定要擺脫這種民眾黨 對你的糾纏 那你要走一條不同的路 你甚至國民黨靈活一點 所以你要標單 你要鼓勵民眾黨 你甚至可以藍綠合 藍綠合作 也可以啊 藍綠合 兩大藍合作 然後你民眾黨就在旁邊 就沒有空間 旁邊罰站 你真的會跟他們合作 我是不想告訴他這個秘密 今天我就跟他講 不用啊 那個 秘密來跟民進黨合作 秘密來跟民進黨合作 秘密在日經新聞已經講了 賴京德想要跟綠 可能要跟藍 跟藍 因為大家其實在政治上 未來長久發展還是兩大 行合作要從台南市啦 所以你們台南市不要提名 我想不是憲勢 我想是在立法院 OK 因為大家其實在政治上 未來長久發展還是兩大 行合作要從台南市啦 所以你們台南市不要提名 我想是憲勢 那一年之間的合作聯合 可是國民黨一直長起來 算是有一個優勢吧 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不是一直很強 這次你看這些人 總統選戰的過程 包括每個地方派系的那些 動輒每一次都會被拿出來講 不是嗎 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難道會擔心這些嗎 地方派系有時候選議員啦 選里長啦 選鄉政代表啦 這些都很強 但你看有派系的地方 你看侯友宜的得票 也不是那麼強啊 也不是那麼強啊 派系很清楚一件事 派系當然第一思考是自己的發展 那縣市長就會是一個派系的思考 派系的思考 你譬如說台東 台東勞慶寧要下來了 那最有可能要去挑戰現場的是議長 那屬於台東無家的人馬嘛 現在的議長吳秀美嘛 也兼黨部主委嘛 那他就是非常有可能要出來 那你說雲林張家班 張立善要下來 張家駿會不會出來 那你張家班 那當然你台中的話 台中過去當然紅黑對立 現在都已經是形成在很多地方 單一選區或是縣市長的選舉裡面 市長的選舉 其實大部分你看到的已經是紅黑聯軍 那江啟成呢 江啟成大體上比較偏向於 大家都稱他是紅系少主 那紅系少主 那當然你要看 紅派的掌拼幅的還是張金照張金堂兄弟嘛 當然你紅黑 畢竟他還是算紅派的人馬 那你說謝一鳳 謝一鳳彰化的派系當然比較淡薄一點了啦 不過你以謝一鳳他們家族上一輩來看的話 他們是隸屬彰化紅派的人馬嘛 紅派的人馬嘛 那其實紅派當然現階段派系已經逐漸被打破 而彰化逐漸形成的是一些議員啊 跟那個水利會農會形成的兄弟會啦 姐妹會那一些金蘭會那一些的派系 那一些在運作已經不是派系的運作嘛 那未來謝一鳳當然是有可能也會 也會參選的嘛 有可能也會參選 所以你看得出來過去長期在派系裡面 成長的 不管現階段是否派系還是很強烈 即使淡化 那某種程度上他們都還是有 長輩裡面的派系色彩 可是鈺夫你看這一次總統大選的過程 光國民黨內部還記得 那時候郭台銘本來要選的時候 包括郭台銘包括柯文哲 一直被談的是 他們有沒有跟國民黨地方派系的接觸 反而比侯友宜這個陣營來講更密切 更密切 那所以這些會不會造成在未來的時候 我剛講未來這些派系會對國民黨還是一樣 這麼忠誠嗎 還是柯文哲那個地方也可以挖到一些派系的票 我覺得派系 如果派系自己有人選的話 他就不會理白銀 他就不會理啊 你比如說如果雲林推了張家俊 他怎麼可能會去跟白派多談話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你說 雖然你說台東吳家好了 吳家當時也是跟郭台銘有接觸 希望整合的 那你說有可能自己 吳家的老大吳俊麗 他妹妹出來選 你說他跟白怎麼談 除非是說白你不要提名 大家再來談 議員我再分 否則你這個競爭關係 如果你也提名競爭關係 那就不用談了 白銀會不會打不錯 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就地方派系太穩 然後白銀根本就上去 縣市長 縣市長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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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議員的話 他是多席次嘛 你找一定的票數嘛 那派系 你說長期經歷 我們就說 黑派好了 台中黑派 台中黑派最強的 是他們領域裡面的里長 黑派最強的是里長 那你紅派的是有一些 周邊紅派裡面 他可能是法人團體等等 紅派那一部分就非常強 宮廟什麼 那個體系他就非常強 所以你說要 要去擊敗派系 那個可能性大概極低 他不要打敗派系 但是他只要告訴你 我出來你就是會落選 因為三角都 譬如台東 譬如好 台東還算比較難 譬如台中 所有這些地方 本來如果是藍綠對決的話 好 就算你藍營 你有勝算比較大 可是我也打不過你們的派系 雲林我也打不過你們的派系 可是我如果在那個地方 我如果推縣市首長出來 我跟你藍營兩個人 一樣這樣叫板 到最後我會告訴你 我打不過你 可是我議員會當選幾席 然後你的縣市長會掉 然後就是綠營當選 2028我們再來說 我好歹可以影響到你吧 當然當然他是有影響 但是藍白未來如何 我們先看2025年的黨主席是誰吧 黨主席 因為他2025年要選黨主席 那下一任的黨主席 才或有提名權 或是要去跟人家談的權利 那黨主席的職權 那你現在看過來 就是說從吳敦義到朱綠倫 都不斷的告訴黨內的人 要選總統的請先拿下黨主席 拿下黨主席不一定能選總統 他絕對能夠搞死要選總統 兩任啊 那如果今天轉過來說 如果朱立倫 2028年他是一個不被期待的 來了一個 2028年有被期待的選黨主席 誰容易當選 你可能2028有期待值的人容易當選啊 那2028年期待值容易當選的人 他要不要去跟白玉營去談 我哪些縣市是可以讓給你 哪些縣市你不要提名 又來一次藍白河的問題 那你藍白河的問題 是不是又能談得成 其實我也打問啊 你比如說新北的問題就好啦 新北怎麼談 黃國昌已經建商啊什麼的 那個餐會都很很勤快的去跑了 而且一待待好久足桌禁酒 那個腰在立法院彎的 在那邊彎的比較彎啦 在立法院比較不彎啦 那你看得出來那個餐會 是待的非常久足桌禁酒 那目的是什麼 你就是要選嘛 新北建商代表什麼 不僅是票而已 還代表錢 去那邊一場待很久 所以你要怎麼談 你要看黨主席未來 你要去跟柯文哲談 我覺得那個要價 柯文哲的要價一定不低 那2026年當然 你是一個藍白要徹底分裂打仗呢 還是要做什麼樣的決定 你可能分裂打仗 你縣市長可能會輸啊 當然啊 可能會輸啊 你輸了以後 誰得利民進黨得利 那2028年的時候 那一些藍贏去分裂投票 當時投給柯文哲的人 區域立委或不分區 投回國民黨的人 這一次打下去以後 又讓國民黨慘敗民進黨贏的話 2028年那些人還會投白嗎 他也是一個問號 他也是一個問號 所以反而會回來有可能 我覺得他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問號 那你說這樣打下去一定 前面開發當然你要建構組織 你黨要建構組織地方基層 你走這條路是對的 但是你這樣一打下去的話 2028的選舉對柯一定有利嗎 我打問號 而且還有一件事喔 柯文哲選下去 2028的民進黨對手 賴清德應該沒有疑慮 但你2028國民黨對手 不是侯友宜喔 不是侯友宜喔 你那些原本侯友宜 投不下去投給你的人 如果不是侯友宜 而是可以投的人會不會回來再投 又因為你2026年 又把國民黨給打產了 那2028年要怎麼下去 所以2026年 我覺得民眾黨跟國民黨要不要談 是一個基礎 因為你要看下一任的黨主席 如果下一任的黨主席 是有一個想要競選2028的 比如說說白了 就如果盧秀燕出來選 如果他當選 他要去怎麼面對柯文哲的問題 他要不要談的問題 這是新的黨主席的問題 但如果盧秀燕要選 他跟柯文哲的合作 是不是要把地方上 某一些區塊的縣市長 去讓給白銀壯大 然後他這邊選 他又是一個問題喔 是寧可給綠還是寧可給白 他又是一個問題喔 所以我覺得 看下任黨主席是怎麼決定 那讓給白不一定有利 輸給綠也未必不利喔 這同意嗎 這種狀況 因為太詭證了這些情形 對但是重點是喔 我還是回歸一個很核心的 就爛或不爛 國民黨這邊是 所謂理性策略的運算 我有多少的里長 我有多少議員 我這邊估出來多少票 可是柯文哲是跟你這樣理性計算 我覺得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你也不知道小草到底長成什麼樣 你如果要談判的話 比如說我有六斤 你有三斤 大家從哪看得出來嗎 大家來看自己斤量如何 所以你應該可以分到一席 我可以分怎麼樣 那我在這邊比較強 比如說在新竹市 我就是比較強民眾黨 我在新竹市比你強 你要不要乾脆一點 就讓給我 就是排除一切變數嘛 雙方先建立個友誼的關係 這是柯文哲 可是 在台北選的那雙黃會不會有意見 你是不是雙黃就犧牲掉了 對雙黃是會 讓你這樣犧牲的人嗎 如果黃珊珊願意 黃國昌會願意嗎 實際上黃國昌他一定不願意 為什麼 他在以前最早2016 跟民進黨合作的時候 他就有做過同樣的事 他就是寧願自己去跟民進黨合作 去選席子 然後他就說其他地方 他就放手不管 比如說淡水那邊放手不管 新竹市那邊放手不管 那就自己同黨同志他都不管 反正我跟民進黨在台北合作就好 所以是他可以犧牲別人來成就自己 可是如果柯文哲 要犧牲他的新美市 來成就新竹市的時候 該怎麼辦 那也許有個兩千七沒辦法 黃國昌就選新竹市 這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重點是原來 新竹市的人要怎麼辦 完全不同掛了 這個就是學問之所在 郭文明達為什麼我們講說 講他地方 以地方派系 因為人家就是在那邊 派系就扎根這麼久了 七八十年 一百年的都有啊 所以人家就在這邊 他的實力精良都是很清楚的 是你要來跟我談 那黨主席當然他們也會覺得說 就算我縣市長掉 我議員還在 里長還在 鄉任市長代表都還在 我根基不壞啦 雖然就是損損是一個最大 所以他有時候是想 你願意就給民進黨 至少那個可以溝通 但今天如果來了一個民眾黨 這個民眾黨是不能溝通的卡 比如說黃國昌 那該怎麼辦 所以這種我是覺得 就現階段來講 柯文哲要有他自己政黨生存的布局 合情合理 大家都一樣會灑豆成冰 但是誰來主持這個地方上的經營 這個真的很重要 地方上的經營 不是說今天去參加建商的 進一次久就算了 因為黃國昌很可能就進一次就算了 這個之後就不跑 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 誰有沒有真正會操兵的人 下去挑人 設計怎麼去經營組織 怎麼跟地方派系保持互助合作的關係 這個一接一接做下來 他之後才有談判的本錢嘛 設計怎麼去經營組織 怎麼跟地方派系保持互助合作的關係 這個一接一接做下來 他之後才有談判的本錢嘛 否則你老是我2024開多少票 你選到2026 2024開多少票 選到2028 2024開多少票 你如果是去對一般 一盤散殺地方派系或許有話講 但如果你是對到盧秀而言 盧秀而言是真的有藍白河經驗 而且他是知道怎麼樣去跟白保持一個 友誼互助的關係 最後面是你白來成就我 而不是我去成就你 你要注意蔡壁如是這個樣子 台中救市區那三席也是這個樣子 最後實際上都是盧秀 就是即使柯文哲有出力 但最後面大家都知道是盧秀 把這些人拱上去 這才叫政治資本 典型把總統票換成立委票的人 就是我結合之後 不管你侯友宜的票 但是我的立委全上了 因為他也知道侯友宜選不上 當然這一個就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台中那邊有在抱怨 這盧秀遠都沒有幫侯友宜弄 恭喜 你要講話啊 所以你明顯蹭一下怎麼用 你看人家正死了 所以 然後你不講話 這選票不是這樣轉換的 選票不是一加一就等於二 不是這樣轉換 無限我們未來的黨主席 喔喔喔喔喔 總有機會 站邊了 當然盧秀遠他的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中台灣啦 關鍵地區嘛 我們都是看那個大圖就知道 南部綠的真的吃太多了 那他在足足秒 藍的加白的 其實是有相對的優勢 剩下就是北部其實 傳統過去講藍贏的 現在已經藍綠兩幾分打贏 就沒有贏到 所以真的就只能靠中商 中商投這一些 我們過去講 大家之前講說 搖擺州 但是如果盧秀遠在那邊穩定經營的話 他把他變成藍的非常有明確優勢的 就是把藍搖擺州變成藍州 我覺得他如果可以成功做到這一點的話 他就有真正坦白的實力 那現在也真的在做這一點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吸大白的 就是他可以把白的吸進來 我覺得這樣子的操作能力 其實是國民黨其他人所沒有 OK 黃國昌老師中間你剛剛描述的那些過程 對對於你自己身為實力 對你們真的很傷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他個人在利運的這種表現方法 他是沒辦法施展到地方選舉上 我們在二零一八 把二零一八就上上屆地方大選 把新北市交給他操盤 全軍覆沒 二零二台北市是他的人操盤 全軍覆沒 全軍覆沒之餘 還造成其他的地方一起掉下來 因為他跑去跟黃山安合體 造成整個中南部實力全部都垮掉 本來高雄台南都有一起 全部都消失了 一路輸輸到這個整個 最難就只有到嘉義市這樣 嘉義市還是新人下去力拚拚上 所以現在重點就在於說 黃國昌的這一套玩法 第一成就他自己 很難轉換到別人 有沒有發現跟柯文哲 其實有點類似 成就他自己 很難轉換到別人 那一個黨兩個太陽 都是在中央成就自己的時候 那他當然真的到地方上去選 要注意黃國昌是有選過新北 是啊 對 那他在選我為什麼剛剛會講那一番話 因為他在選後 我們下去跟他一起去拜訪 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在地人士是說 這個投票以後就沒有看到你 這樣子的話 其實是非常傷的事情 所以他 我是覺得與其他選新北 不如看要不要換選台北交換一下 這個 護職 就是黃正恩選新北 那你選台北 可能效果還會好一點 但讓他們講 如果要講傻豆成冰的話 某種程度也要有人 是你不是只有縣市長嗎 包括剛剛講連議員 你又要扎根一定是這個樣子 可是對他們現在民眾黨來講的話 那你覺得他們在所有的人 財庫裡面來講OK嗎 因為你不能真的只是單純靠藍綠兩邊 招翔大判或什麼去做這些 你勢必要有一些 因為這次他說白銀最珍貴 就是他幾乎是跟藍銀 不是細出藍銀嘛 他也不是單純細出綠銀 所以對他們來說 再單純培養這些人才股夠嗎 撒豆成冰但只是個比喻 那個不能真的是豆 你是優質的人才才有辦法 就是說你光是秘密 當然這個柯文哲他的黨的招牌 是有一定的號召力 當然 在這次立委選完之後 大家看說選前不是有一個 因為涉嫌拿了中共的錢來選舉 所以被收押了 那個有票耶 那個有得票一萬多兩萬票 然後你就是說投給那個的人 一定是看著他的招牌投的 他不知道這個人底細是什麼嗎 不然怎麼可能拿了中共的錢 在選舉被收押的人竟然有票 你是那個姓麻那個 他有票 但是這個值的問題 就是你提一個人出來一定會有票 這不用講 剛剛講說可能6%到10%就當局 柯文則如果20% 打5則還有10% 某種程度上是OK 那就算克服了地方派系問題 大家喬好空間提出來 可問題是當選了之後才是考驗的開始 對不對 我現在這個當選議員的話 就代表我高枕無憂失 沒有啊 因為你當選的人 你非常容易被檢驗 檢驗出來出問題的話 那他就成了下次的選舉的負擔 像這個對於柯文則來說 有一件事很傷的就是 高宏安開開心心當選之後 後來一路上出了這麼多的爭議 包括他的助理費的問題 這個回建築的問題這些等等 一直到現在棒球場 沒有處理好先去挖土 送美國送宴 因為老半天現在回來 好像翻頁變成是說 那個土本來就太厚 然後就被網友批評說 你不是一早就把土全部挖起來重鋪 現在已經可以打球了嗎 這些種種就是當選了之後 真正考驗的開始嘛 所以柯文則他在2028他要選總統 所以2026一定要大量廣泛提名 然後以這個100席議員 好幾席縣市長為目標 這個目標設定都相當合理 但是他一定要確定說 這些提名出來的人選上之後 是他的資產而不是成為他的負擔 不然到時候你2028選總統的主軸 開始每日一報 一下報你的議員又出了什麼事情 報你選上的縣市長又出了什麼事情 對你來講反而是你形象牌大扣分 所以人才的培養為什麼至關重要 因為你2026年要選上的 現在已經2024 如果他沒有開始 比如說這個我知道他旗下有一些 這個經常上電視發言人 我相信他們如果出來選議員 都會選上 可是問題是人家的目標是設定選議員嗎 不一定喔 那你如何的把對的人安排到對的位置 像這一次的立委選舉裡面 為了要藍白河 所以很多其實過去這個民眾黨內選過議員的人 在這一次立委提名都被壓下來 那說這個不能選 因為這個是藍營我們要合作的對象等等 好那到了下次的這個2026的時候 這些人要出頭 你可不可以再給他一個更好的資源 讓他真的可以選上 還是說屆時你又另有安排 你又要藍白河 你又各種盤算 然後又把人呢 我覺得柯文哲有個問題是說 他一直認為政治是數學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時候呢 蘿蔔可以拔起來 然後亂放到不同的坑 可是政治的邏輯不是這樣子 每一個人他的地盤 他的根據地 他的在地的人脈資源 還有他的形象 是不是符合這個選區 其實都不是你可以隨便 像棋子一樣掉來掉去 這也是為什麼 蔡壁如台中選完之後 他現在會說他要待在台中嗎 因為蔡壁如他說在台中開出45% 他2026如果拔起來搬到北部 還有45%嗎 這個是問題之所在嘛 所以我還是覺得政治要扎實啦 當然聲量高 他收獲選票的速度是很快 可是你光有聲量的話 你的票是浮在空中 那他沒有跟一個浪打來 你可能整個票都被衝走了 所以我認為當然這個柯文哲 跟藍營會有進和啦 確實我認同軍縣委員講的 藍營要小心 大家都要小心 到時候的那個 如果簡單講台北市 如果柯文哲 下一次在台北市議員 每一區 他有限任的再加一 然後沒有限任的都提議席的話 藍營一定會受到 非常大的擠壓跟影響 那如果黃珊珊又要選台北市 哇那蔣萬安當然 他就沒有這麼輕鬆協議的 就是覺得他一定可以連任 那可是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版圖的話 那未來在立法院裡面 藍白還要這麼麻糬嗎 那如果說不要這麼麻糬 但是綠早就已經肩閉親野了嗎 坦白講是這樣 就算是綠營有人高層有意要合作 但是綠營的基層現在對於柯文哲的情緒是很高張的 那在這整個局裡面 你最終到2026一定會回歸候選人的本質問題 OK 因為你這些政治盤算已經複雜到支持者之間 其實彼此也不太能夠接受說選票大規模板塊移動 所以如果你的人選質地不好 到時候在2026出世或是當選之後 2028出世 反而會是柯文哲最大的隱憂 OK 那你如果講說 其實除了國內政治這一塊的話 你說再包括如果眼光放到 兩岸之間甚或美中台全球像 包括現在風雲詭譎的一些南北韓 所有這些狀況裡頭來看 可是對於兩個政黨之間 對於包括老共那個地方 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 所有這些 明鳳這一次 這次國民黨算三連敗了 OK 那這個三連敗 某種的你剛好講說 明明是我們 包括我們選一個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奇怪了 他的國台辦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去發什麼聲這些 可是這些的過程 可以一虧得出來老共的一些態度嗎 可以啊 而且這次大選之後老共還處罰人啊 我們選完他處罰什麼人 你不曉得喔 他還處罰人你知道嗎 就是說 因為選的結果不理想 對 老共對這次的這個大選是這樣的 他現在就是說 最後底線是國會一定要守住 國會守住是有達成這個效果 OK 那他把這個藍白同時合在一起嘛 所以國台辦今天就 送了一個祝歌來祝賀這個所謂的 這個民眾黨跟國民黨合作 一起監督這個執政黨嘛 就很奇怪的變奏曲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國會部分 他們就是最大的底線就是他們達到了 所以他們希望這個可以 就牽制這個賴清德的這個政策的部分 但是問題是在藍白河上面處罰了 有人說是國台辦的三個幕僚啦 但是其實是習近平主席的三個 主席辦公室的三個幕僚 他們的他們不是說藍白為什麼沒有合 是為什麼合成這樣啊 因為藍白河到底會不會是贏過賴清德 其實這個東西在台灣討論也很多 就是說一加一等於二 一加一等於多少的問題啊 所以說他們也不覺得說 一定要強推所謂藍白合在一起 但是不要搞成像軍月這樣子 所以軍月就是說我藍白不但不合 我還藍白吵了 吵了半天 所以這一次這個老共生檢討的時候 對於這個部分他其實有處罰人的 但是問題是在藍白河上面處罰了 有人說是國台辦的三個幕僚啦 但是其實是習近平主席的三個 主席辦公室的三個幕僚 他們的他們不是說藍白為什麼沒有合 是為什麼合成這樣啊 因為藍白河到底會不會是贏過賴清德 其實這個東西在台灣討論也很多 就是說一加一等於多少的問題啊 所以說他們也不覺得說 一定要強推所謂藍白合在一起 但是不要搞成像軍月這樣子 所以軍月就是說我藍白不但不合 我還藍白吵了 吵了半天 所以這一次這個老共生檢討的時候 對於這個部分他其實有處罰人的 所以說你有看到就是說 老共未來對於台灣的這個 這個關切程度啊 對於國會合作不下於對於賴清德的關切啊 所以說他一定會看你很多很多嘛 那所以說葛萊怡說中國失望 中國並沒有很失望 但是呢他會奮鬥再奮鬥 然後準備把行政權再把它拿下來 或是在國會上面 他只是很怕這個賴清德借著國會通過一些所謂的法案式的台獨的法案 但是他這樣子已經成功攔截這一部分 他基本上就是說就某種目的他已經達成了 那至於說你這個未來會不會拿到行政權或怎樣 那就下一局的事情 那但是你把這個弄到半天以後 主席辦公室三個幕僚 這個不是小事 這就是大事啊 那所以說這個未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是怎麼樣的 這個這麼這麼和伴奏曲這樣來合作 和合奏跟藍白河嘛 但是問題就是說我剛才舉的例子就是跟 就是像楊極雄 楊極雄突然跑出來 奇怪 然後這個就是說 國民黨的中國政策 對就是你的兩岸政策到底是怎麼樣嗎 就是說韓國瑜好 不知道韓國會不會再選 如果韓國一直標竿 標決他2020年的主張 這個人是不可能在總統市場上面有 有民意基礎的 因為台灣的走向已經走成這樣 即使你去看這個所謂柯文哲的支持者 他們就說有些我好像也提過類似 就他們只要跟這個所謂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好感度 做交叉分析的時候 他們都是反感的 OK 所以說他們他們對於他們支持柯P 但是絕對不支持共產黨這件事情 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那如果柯文哲這樣的人 都沒有辦法支持 那你們國民黨 就像我剛才提的那個年輕人 他找不到中國國民黨啊 我不是叫你們改黨名 只是說你們要切割一點 或說你們在選舉的時候 一定要講說我們是幾號 大家請要找幾號就好了 或是強調你們是中國國民黨嗎 所以我覺得說你們兩岸的論述 在這種時候真的是要稍微改變啊 不要每次不溝通 就是民進黨的錯 不溝通是老共就打準了 你不跟你溝通嘛 他就是他一貫的立場 那如果你們可以溝通成功的話 其實你們就贏了 可是問題是 在這個八年的執政裡面 你們說民進黨沒辦法溝通 可是你們又溝通了什麼 你們也一樣沒有溝通啊 所以你沒有辦法讓民眾認為說 好我不選民進黨 可是國民黨可以基於台灣的主權 或是立場或利益 去幫我們溝通完 做一些好的事情嗎 明顯你們的兩岸政策 在這一次真的 因為華爾街日報說 如果國民黨兩岸政策 不調整的話 你們幾乎沒有慎選 再重返執政的機會 真的是這個樣嗎 全球 2024全球十大風險裡面 如果這樣整個看下來的話 你覺得未來真的會兵充戰危嗎 全球十大風險我覺得 最大問題還是出在於溝通 我剛剛講兩岸政策 國民黨兩岸政策 當然我認為有需要做進一步的調整 你不論是中華民國大家講的 包括韓國瑜 還有包括那個侯宇講的 中華民國線碼底下的九二共識 到底要怎麼做 就是說兩岸之間怎麼互動 論述一個要讓台灣民眾可以接受 第二個兩岸之間也可以接受 美方日本不反對 我覺得要重新調整出來 那至於說 全球十大風險是這樣子 我覺得說前幾天歐亞集團 這個因為他有匯集全球超過五百位 政治經濟專家領域 提出來全球十大風險 最大的問題還是來自於說 美國內部的矛盾 就是說因為美國年底要舉行總統大選 到底是拜登順利連任 還是川普會回鍋 因為拜登他過去幾年 四年奉行的是印太戰略 對台灣相對友善 所以相照之下 你民黨就不用提出兩岸政策 你在拜登的印太戰略底下 當然過得很舒爽 可是川普有可能回來 川普他過去一直稱讚習近平 甚至他也放話說要針對 台積電科增高關稅 所以你拜登要當選 還是川普會當選 所以美國的政治分歧 在年底總統大選很重要 那有攸關台灣的未來關係 所以對國內來講 不是民黨執政 或國民黨 準備調整兩岸政策 還是要看國際的大環境 美國政治分歧 年裡的選舉很重要 所以這個攸關未來的台灣的走向 所以其他包括 甚至這個歐亞集團的風險評估裡面 還稱讚說台灣是 不是稱讚 說形容台灣是美國的危險好朋友 所以未來兩岸關係怎麼走 其他的包括了中東的 那個戰爭還有那個俄武戰爭 怎麼延續下去啊 甚至AI這些未受約束 這些這些相關的影響 都沒有比美國大選還要受到影響 所以台灣總統選完之後 看美國總統大選 川普會不會回鍋 也攸關未來台灣的兩岸外交關係的走向 OK 今天你覺得國民黨會去修改 他們的兩岸政策嗎 對於未來的國內的選情 真的會有影響嗎 就看一個點啊 國民黨以後還要 會不會再提九州公司 九州公司什麼馬英九 韓國已經提了 對 他們都憲法下九州公司 所以就 所以就不會調整 調啦 微調啦 也就是說 九州公司是國民黨兩岸的神主牌 那其實基本上走不通 走不通原因是人民不支持 所以已經有這樣幾次選舉 但是國民黨因為在立法院多數 我認為以後在法案上民進黨 第一個國民黨多數 所以那種大概有關意識形態的法案 他就不會提 OK 也就是第一個 既然對手是多數 這是民主選舉的結果 第二個那也體諒國民黨恐共親共舔共的立場 所以就不提 那以後大概就是在民生法案上 再來進行 那民生法案就可以談 OK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我原本對國民黨的未來前途也是很擔憂 但是今天看到我們優秀的李明顯 頭腦很清楚 他知道要打死柯P 他主戰 你覺得柯P不能有 你不要去打死我 主戰派啦 所以未來在民生法 我講的是民生法案 那你也許可以彈出一個版本也不一定 因為關係人民的生活 跟意識形態無關 但是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因為以前 以前 因為那時候國民黨下台以後 就是上一次的 的那個親民黨 國民黨失臺 那時候意識形態 對立太嚴重 那時候 那時候你已經是主持人嗎 我1996年就開始主持了 我前輩 根本沒得談 連軍夠都 那時候前 要不然台灣前線早就有 那時候馬英九 馬英九把他幹掉 所以 現在的柯P不一樣 柯P 今天煩惱給我 我沒有拿出來 柯P講什麼 什麼民意專業價值 超越政黨 開創台灣政治新局 我希望國民黨不要被騙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對啦 講白了大家最擔心了 最好 一分鐘左右告訴大家 美日智庫的兵推 真的要打到這麼慘嗎 這個是其實他是兩年 一個是日本這邊的兵推 他是他的四川這個基金會 他比較在去年一月推的 那這個CSIS最近推的 兩邊推出來的結果都差不多 都是台灣守住了 但他們的前提都是日本開放 他的軍以及民用機場 重點來民用機場 包括大家去日本旅行 常用那些機場 美軍也都把他運用下來 作為一個跳板 來進行台灣本島的防衛 經過三週的戰爭 可以擋下來 但是他說 其實兩個都差不多 日本都會損失一百多架戰鬥機 但日本的空軍的量 本來就沒有非常多 幾乎是把他們能打都打掉 美軍呢 他會損失兩個航母戰鬥群 非常大規模的損失 也就是說美軍會有投入非常多的兵力 然後造成很大的戰損 主要都是在海軍 就是因為是遠程投資兵力 那陸軍的部分損失都沒有那麼大 但也都可能有三四千人陣亡 但他的估計非常的保守 保守到什麼程度 他不估台灣會有什麼樣的損失 因為是日本和美國估的嘛 所以他們估日本會有什麼多少損失 美國會有多少損失 那美軍大概會有陣亡三千人 那地緣部隊的損失可能會小於空中 海中的損失 但是呢可以顯見接下來的戰場 原則上應該不會只限於台灣 為什麼 因為他的想天 是包括日本本土的所有機場都開起來 所以他的戰場可能非常大 一路打到北海道去了 所以在目前的角度看來 雖然習近平說他二零二七什麼二零三 是不會打台灣的 但是大規模的不會打 小規模入侵或是其他的方式的嘗試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值得思考的步驟 其實在過年的時候 真的在過年講好話 也不應該談戰爭 或什麼 但總是要把一些可能的狀況 讓大家知道 那我們是隨時做好準備 那過年也聊一點輕鬆的 上公義父 只有一個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問我 你是什麼樣的情緒之下 然後去弄了那個耳墜 就一時無聊衝動 一時無聊衝動 就去抓了那個耳墜子 本來是我們家裡面有人約我去 結果我們家裡面怕痛嘛 然後後面我就坐捷運 然後看著看著看著 看著看著 哪裡可以 就剛好旁邊有我就下捷運 就打了 就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子 那你專這個你老婆那時候 你要去專的時候我跟她講嗎 沒有 沒有 他到現在還不知道 他有沒有跟你四眼相對過 有沒有把你放在眼裡 對啊 怎麼不關心你 因為你每次來節目 你知道你每次來節目 看著 一直亮一直亮著 沒有我跟我老婆很少打仗外面 不熟不熟不熟 很少打仗外面 他會不會是經過我們節目才知道 到現在也不知道 到現在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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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吧 大家都會有一些新的造型 OK 那過完年以後 對各政黨來講的話 會有哪一些新的面貌 讓所有的觀眾朋友看 然後各政黨之間 合眾的連痕又會怎麼樣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希望明天見 請來賓 請問問你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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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